這不是這個故事的印象印象 是一部分的生命 在一瞬間 在一瞬間 在一瞬間的遺憾 和在一瞬間的遺憾 早晚泡王湯結束是從西溫泉之旅 帶著愉快的情形 到屏東貓鼻童公園車宿 交通方面 如果是從國道3號下來 可以從南州郊樓到下街 省道台一線 接台26線 再沿著車程的濱海景觀公路 再接到鄉道坪153 以及坪161 就可以到囉 到公園時大約已經晚上8點了 現場有許多來關心的車友 但是因為公園內基本上沒有照明 但也就是因為這樣子沒有光害 但也現場就沒有路燈 所以進出停車場時 一定要小心喔 很建議情侶或老夫老妻 可以到這裡賞心 這裡非常的安靜 吹著海風搭配美麗的星空 真的是一個約會的好地方啊 將Dolphin停好車 我已經迫不及待 要來將大山羊肉爐加熱來吃啦 這個時候一定要先自誇一下 Dolphin的原廠四口爐真的是好用 火焰不會太大 但是火力又十足 熱東西都超級快 因為不想要破壞羊肉爐的湯頭 先將剛剛在全聯買好的配料汆燙一下 另外真的不是在替大山羊肉爐打廣告 他們家的羊肉超級嫩 羊肉又大塊 而且是有肉的那一種 不是只有吃到苦頭 湯頭很好喝 外帶老闆時也將 高麗菜、南瓜、芋頭等配料 裝好一大袋 所以煮起來是非常的方便 吃羊肉爐就是要搭配 吸滿湯汁的高麗菜 大推 一朝起來覺得這裡非常的輕優 也發現這裡的風非常的大 昨晚睡得很棒 也可能是因為平日晚上的關係 人比較少 再搭配屏東溫暖的太陽 在冬天這樣子的溫度剛剛好 貓鼻頭公園觀景台可以遠眺 和軟鼻南灣恆春的美景 園區維護得十分好 風景十分優美 可以遙望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的交界 海石地形、海石洞窟鬼斧成功 有機會到肯定 一定要來看一看喔 貓鼻頭名稱的由來 是因為沿岸旁一塊外形像 蹲坐貓鼻頭 有機會突出珊瑚礁岩 這裡長時間受波浪侵蝕 因而產生崩癌 浮屑等其特景觀 如果傍晚來還有機會看到 夕陽染紅了整個海面的壯麗美景 離開了貓鼻頭園區後 會有一條小販街 販賣一些小吃和海灘庫等等物品 貓鼻頭公園整體的園區並不大 大概逛個40分鐘就結束了 但是它的停車場很大 不用擔心沒有位置停 來瞧瞧停車場旁邊廁所的整潔度吧 明日的早上9點多 就有看到清潔工蓋打掃 很認真 將整個地板沖水刷洗的那一種 大約看了一下 非常的乾淨 怕打擾他們工作 所以先到旁邊的另一處公廁來瞧瞧 感覺這裡比較少人來使用 但整體來說還算是乾淨 想提醒車友或路友一點 洗手的時候發現 這裡的自來水很特別 不知道是不是和台東一樣是屬於硬水的關係 整個是很混濁的狀態 大概參觀了一下園區 早上要先來剪片一下 先把咖啡泡好 手機筆電準備好 邊看著美景 吹著海風 就算只是在剪片 心情也是很開心 這個機會 今天來稍微聊聊車博吧 最早接觸車博是 在念書的時候看過一部電影 摩多車日記 有幾次在這旅程中 我們想到你來 看 那為什麼要旅行 因為事實開始改變 還是我們 我們 雖然我們個人性格 我們相信 我們 後來的旅程 比之前 直到 Magallanes 主角切個瓦拉 在他24歲那一年 騎著一台摩托車 從阿根廷出發 橫越南美洲的旅行雜跡 以天為背 以地為床 即使緊緊躺在露營店上 切個瓦拉 絲毫沒有減低 對未來的憧憬 就是這樣子的生活方式 深深吸引了我 即使從學校畢業 進入社會 都不曾忘記 電影當初給我的感動 我想每段旅程 開始的興奮與期待 是每個遠行的旅人 該都有過相似的體會 之後每一次的車速 覺得自己呼吸到了 輕快而自由的空氣 那是一種 充滿冒險味道的空氣啊 影片撿累了 就來活動一下筋骨 因為Dolphin車子非常的重 也很耗油 而東部的加油站 並非全部都是24小時 如果這次的活動 是長途的旅程 我自己會自備 一桶20公升的汽油 為了以防不時之需 當油桶放回時發現 由於貓鼻頭公園這裡的風源 真的太大了 將我車外置物板整個摧翻 讓我整個傻眼 還好每次出門都會帶一些簡單的工具 一進車速這項活動 會常常遇到很多突發狀況 入門在外 準備工具是一定要的 所以就頂著屏東的豔陽下 趕快把門板修好 修理這個很簡單 只是將原本的螺絲再鎖回去就好 好 接下來繼續聊聊 為什麼會喜歡車速 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樣 需要準時上下班 早上八點的班 早上七點多就要起床 刷牙洗臉 趕捷運 終於到了週末 時間還是要被控制 只是換個對象打卡而已 平宿飯店入住的第一天 通常晚上十點前 就要進去Check in 太晚到就會覺得很抱歉 開車常常會變得很趕 隔天早上還沒醒 又要趕在九點前進餐廳吃早餐 回房後就準備要打包行李 因為通常十一點就要Check out 常常會覺得沒有放鬆到 整個行程是非常趕 但是車速不用被飯店、餐廳綁住 可以隨時隨地的出門度假 下次跟訂房 Check in Check out 說掰掰囉 另外像我放假室 喜歡晚起的人 車速的話 就算睡到十一點 才要吃早餐 也沒有人會管你 在車上後才會發現 時間、空間都很自由 想要幾點起床就幾點起床 一切就是慢生活 假設如果你有車速其他的想法 歡迎在影片下方告訴我喔 就了十分多鐘 整個就曬黑 屏東的太陽真的很大 下午兩點多 肚子餓了 就簡單煮個麵吃 很喜歡吃五目拉麵 為他們家的拉麵 全稱採用蒸麵技術 透過高溫蒸氣把生麵條瞬間蒸熟 取太傳統的油炸泡麵 做出純粹的非油炸麵 而且它是波浪型的麵體 讓醬汁更容易沾附 我最喜歡搭微粒炸醬 再加上一顆水波蛋 整個超級好吃的 通常我在車內 原則上煮食都是湯湯水水的東西 一來方便 二來煎炒等烹飪方式 會在車內留下很重的味道 所以就算想吃荷包蛋 也改做成水煮蛋 遺食車速就是這麼的樸實無華 可以將住宿的錢省下來 吃當地有名的特色小吃或餐廳 自己也可以簡單煮個東西 很隨性 自己煮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少放點鹽、油 就可以吃出健康 那今天如果是進露營區 你就有機會吃到更多大廚的料理喔 快速用餐之後 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 終於到了台東 這裡是在大五的海邊 之前常常會看到許多的重機 客友們 停在這邊 稍坐休息 看海 喝個咖啡 是一個還不錯的點 記得來喔 看著海水和天空 和為一體 都分不清是水還是天 二月這個時候 氣溫也漸漸暖了起來 想要說一聲 在這裡 我會看到海水 是在大陸 我會看到海水 在那裡 不是說海水 從海水 在山水 走出 我們吃水 再吃水 在山水